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 怎么样可以每时每刻 有明确的目标的活着 其实我觉得我们平时觉得 哎呀很无聊,很闷呢 或者是觉得人生好没有意义啊 是因为我们没有目标 就像我现在如果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干 我觉得虽然我是躺着的 但是会很无聊 觉得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反而不一定是快开心的,对不对 那有些时候我们另外一种痛苦是来自于 纠结,我什么都想要 可是我又没有办法两个都有 那我该怎么办,纠结呀痛苦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 每时每刻都有目标的同时 又可以不纠结 做到或者是选择到一个 我们应该做的这个目标去做 嗯,我呢 就大概总结了一种类似方程式 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照着这个方程式一步一步 做下来的话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没有那么纠结 也不会那么无聊 啊,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主要的思想啊 主要的需要的东西就是一个是想要的 另外一个是需要的,对不对 那我们每时每刻所要做的 比方说,OK,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 我就想躺着 这是我想要的,OK 需要的是,哎不行,我现在得起来写论文 啊,我现在起来完成我的工作 我现在需要起来啊,呃,做点家务 对不对 那这两样事情就是我们经常会在这两方面选择 那有的人呢,就会纠结 哎呀,我需要做呀 可是我就不想起床 哎呀,我躺着吧 可又,我又觉得,哎呀 我东西没有做完怎么办 我心里就是很烦躁 那通过这个点呢 我们就必须要做出选择 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不管你是想要的还是需要的 你都给它设立一个 找到这个目标 找到你当下所想要做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可以任何悬念 我们可以拿笔写下来 我经常跟我身边人说 如果有东西不会处理 拿笔写下来,OK 第一个写下来 我想要做的,OK 想要的 下面是躺着什么也不干,OK 然后呢,把这个目标写下来之后呢 下面要分三条 这三条是 第一条是 我这样做,我可以得到什么 第二个是 我应该如何去做 第三个是 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当你把这三样写下来之后呢 你就基本上清楚了 你这个行为做完之后 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OK 另外一个是 需要做的 把目标写上 我现在需要起来写论文 OK 写论文之后呢 那下面的目标第一个写 我如果写论文之后 我可以得到什么 第二个同样的 也是一样的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应该做的就是 起床 OK 把桌子铺开 把笔纸拿出来 开始冻笔写 对不对 那第三个就是 我做了这个之后 我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可能你会写 哎呀,那我就不能无聊的躺着啦 那我就不能 就是 怎么怎么样 总之写一堆 说实在我想不出来一个什么 我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啊 或者这样说 就是我不能让自己 就是很无 就是很空闲呢 我可能要付出很多的脑筋呢 去做这件事情啦 但是两件事情 写下来 这两套程式 写下来以后 你就会很明显的做出对比 并且你会 嗯,我决定了 我要起来写论文 其实呢 如果大家可以招着这个方程式 在处理你人生的 每一个纠结的点的时候 它都是好用的 那有些时候说 哎呀,左边的也不错 右边的也不错 怎么样呢 我以前说过 哪一个坑少一点 哪一个让你更舒服 那比方说 我现在我今天就不舒服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就想躺着 行 那我就选择这个 我就想躺着这一块 因为我礼拜已经写清楚了 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情写论文 如果我现在写了论文的话 我的论文可能会写的一团糟 因为我今天心情不好 可以 那我就不纠结 我就选择让自己好好休息 因为我现在知道了 我的身体确实需要休息 那我就把灯关上 OK 换好一身舒服的睡衣 然后给自己喝一杯暖暖的牛奶 然后我就好好的睡觉 让自己闭目养神 让自己好好休息 而不是在这边玩游戏 边网购 我心里还操心论文没有写 对不对 那就是说 我们至少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在做这样事情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想事情吗 就算我给大家躺着 四肢什么都不干 我脑子里面都会在想 我为什么现在要再做这个 我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 比以往我就是脑子喜欢 就是这种人啊 就是脑子就没时没刻 都喜欢在转的人 但是这些方法呢 真的是很好用的 那有的人会说 以往啊 为什么别人就说 我很纠结 总是事多呀 很多事情反反复复啊 问题解决不了 总是想啊 几乎每一个星期 或者每个月 我的很多问题就 旧的问题再拿出来 又重新想 想完之后又再解决 解决再拿出来想 他说就是 就是有观众朋友说 就是别人会说我很纠结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呀 那我们每一个人 那我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阶段 就是非常兴奋 非常想做事情 那有段时间非常想休息 什么也不想干 那有些时候就是 我会到了一个瓶颈区 或者人生的迷茫区 那我就需要把我以前的目标 重新拿出来审视 我这样做对吗 我最近做的好不好 我 我为什么最近会很沮丧 我为什么 就是 这些东西是一直在我脑子边思考的 像比方说 我的 就是 工作 我几乎每一个月 我都会做一个大的总结 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缓慢的 所以一个月做一次总结就可以了 像如果有的人 你们每天都是很忙的 有的人可能就需要一天做一次总结 有的人需要一个星期做一次总结 这个 把问题拿出来 重新细细的去咀嚼 重新细细的去分析 然后更加坚定自己的目标 更继续往前奔走 这个是很正常的 每个人都会做 不要觉得自己想 为什么这么纠结 这么矫情 总是把问题拿出来 因为这个问题不提的拿出来 你才能靠它来支撑自己 OK 我的目标是对的 我不能放弃 我要勇敢往前 我这样做是对的 就是 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法 那有的人为什么说 哎呀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这样是很矫情 很不对 那是因为你的事情拿出来烦到别人了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东西打洒了 整坏了 没关系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可以把它收拾的干干净净 那这个问题就等于是不存在的 别人还会更加包容你宽容你 没关系 没关系 为什么 是因为你可以自己收拾收尾 但是如果你把问题掏出来之后 你自己不尝试去解决 你是要靠别人的回应啊什么的来去做决定的话 那别人就会觉得你很烦 为什么同样的问题你要一次又一次拿出来说 但是其实你是一次又一次拿出来希望别人给你更加多的肯定 希望别人给你更多的支持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不可能永远一辈子就靠身边的人一直这样支撑你 我们从头到尾可能都是要自己尝试着学会去消化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些自己可以处理事情的一些方法 而不会去麻烦到别人 那你不麻烦到别人了 那别人就不会觉得你是一个麻烦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单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还可以解决别人的问题 那你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你就是说你是一个可以发光发热的人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自我的这种要求 自我的这种成长 他都是在帮助自己 让你的路走的更轻松一点 那你想很多人就说 哎呀伊汪啊 你是不是就是一秋很高 你就没有情绪的 不是 我也有情绪 我也有发火的时候 但是我也有办法让自己自我消化 并且自己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把它按下去 那我出去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说 哎呀伊汪你的人生怎么这么顺利 就这么什么 不是 伊汪人生也有很多事情 但是我知道该怎么用一个顺利的方法去解决它 那有有的人说 哎伊汪是不是你这么好 你的那个妈妈 老公孩子就最好的 也不是 每个人都有缺点 但是伊汪懂得去 怎么样去来利用这个人 运用这个人际关系 让每一个关系都就很圆滑 然后我们心存感恩 每一个人在我的口中都是好的 是因为我总是能看到他们的好处 并且我愿意为他们的好处来包容他们的缺点 并不是表示我身边的人都是完美的 不是 但是只要我们把自己给修炼好了 那我们外在的东西都会变成好的东西 都会变成顺的东西 所以关键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 是吧 所以当一个人在不停的说 看不到外边的东西 看不到别人对你好 看不到什么的时候 其实真正辛苦的是自己 当你说别人身边都是坏人的时候 其实真正辛苦的是自己 那这些困难哪里来的 就是你并没有学会 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 而且呢 很多人就说 哎我的生活变得没有意义 也是因为你们不 你不知道当下你应该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当下都应该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 哪怕说 OK我现在是在躺着 那我躺着的目标就是 我要好好休息我的身体 那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身体 得到更好的休息 那我就应该怎么怎么做 有的人说 哎我就随意了 比方说我玩游戏 OK 那我有些时候我也会玩游戏 可能我会沉浸在里边 我要玩 我就很专注的在里边玩 就很疯狂很享受 然后我就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需要休息大脑 我不想去做别的事情 那我也不会把这个时间浪费在 我边玩游戏 我还边想着其他的事情 我会给自己一个时间 专注的玩 玩完之后 OK我放下 然后我开始工作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当你抱着 我说的这个方程式来的时候 你几乎人生中的每一个时刻 你都会觉得 哎我人生过的是有意义的 而且我没有浪费每一分钟 好那我在这里 再重复的说一遍 我怎么样来去 用这个方程式 来让我们每时每刻都有目标 并且在实行这个目标的时候 不会觉得纠结 首先第一点的是 我们要分清楚 我们此时当下这一刻 我们想要做什么 和我们需要做什么 这两样可以拿笔写下来 那我想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我需要做什么什么 然后呢在这个两个目标的下方 分三个差 然后把每一件事情都写上 我做这样事情 我能得到什么 第二条栏是 我应该如何去把它做好 第三个是 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将会付出什么代价 这两样都要有这三个分叉 来写下来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做某一样事情 之所以我们觉得会困难 会痛苦 会纠结 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目标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这三个点 这三个点其实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在做每一样事情之前 你都会把这三个点都想过以后 那你会更直接 更快捷的去知道你想要什么 并且去克服所有的困难 去做到就是让你这个事情 在进行当中会变得很顺利 比方说里边有一条是 我将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 像很多人去创业 他只想到我创业 我可以实现目标 我可以挣很多钱 我可以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你创业必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是你没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 你可能没有多的时间陪孩子 这些东西如果你想不到的话 你在创业之前 你没有和家里人妥协谈好的话 你的将来事业成功了 可能婚姻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在做之前 我要想到我会付出什么代价 然后我就会根据这些代价 来去和家人商量 或者是心中有个准备 这个代价我是否能承受得起 所以当每一个细节 这个方程是绝对不单单只是 我现在想睡觉这么简单 而是它可以适用于 我们生命中的大小任何事情 只要你把这三点给全部列表写下来 那你做事情就会就是稳很多 就会淡定很多 因为你已经把前路 凡是能预设想象到的东西 你已经都想象到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人世间 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啊 智商其实都差不多 没有说谁真的很聪明 或者真的谁很蠢 可能记忆力啊 或者是就是这个反应力啊 可能有的人比较快一点 或者强一点 但是如果给充足的时间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人的这个智商啊 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觉得呢 之所以这个世界上 在处理事情上 有的人会跌坑 有的人会顺利过 有的人会痛苦的奔跑 往前冲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在处理事情之前 所考虑的东西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方程式 照着这个方程式去思考的话 我觉得所有人的路 都会走得稳稳的 而这个方法没有人教过你 没有人就是 可能我们父母有些时候 他会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告诉你 或者说哎呀你去到之后 你可能会摔跤 你可能会被骗 你可能会怎么怎么样 可能只是以这种方法教给你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教他的 但是他并没有教给你的是 我们在做这样事情之前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三点 这三点很重要 而我的妈妈就是在教给我这三点 她就说OK 在做事情之前一定要动脑筋 一定要想到这个 这个这个 等你都想到 都想全了以后 再放胆出去做 那你就会 不能说是百战百胜 但是至少你是 不管遇到什么的时候 你心中都是淡定的 因为说嗯 这个我预料过 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对吧 而不是说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没有想到我人生怎么这么悲惨 我没有想到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最好 我觉得有的人就是认为 他是幸运的 他的一生就是应该是顺利的 所以他遇到一点点挫折 就觉得 这是不公平 上天不公平的 什么公不公平的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会遇到好的 都会遇到坏的 没有人说是 哎呦 你就好运 你就一辈子没有坎 不可能的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人生中 遇到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很正常的 那你与其在那 哀嚎 不如赶快想办法 就是这样 好 那今天呢 就简简单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方程式 希望呢 这个方法可以帮到那些 整天纠结的人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你是不是看到我这个镜头很晃 是因为我把这个镜头放在我的床上 然后我一说话就震 然后这个镜头就震 我是那种就是 没有想过怎么样去整一些 就是fancy的一些background 或者整的一些很漂亮 因为我觉得 这个讲这些 讲这些东西吧 我觉得是凭缘分 我这人是特别信缘分的一个人 像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 就跟我说说 哎呀 以忘 我之前有介绍给我朋友看 几个男生朋友 他一看到你的视频 他就不要看 他说 觉得大妈款的 就是啰啰嗦的 甚至有很多人 就是看了以忘的视频 看了第一眼 啰嗦 不好看 就是就关了 然后其实我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 我觉得 当所有人跟我回来 跟我说 以忘 我觉得我看你的视频 真的好用 能帮到我的时候呢 我就永远回他一句话说 我说这是我们有缘分 很多东西 我说出来的 我其实并不说 一定要塞给大家 我希望能帮到有缘人 真正有缘分的人 他看到这个视频 他就会哇一下 眼前一亮 可以解开他的心结 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所以 我觉得 YouTube呢 我也一直没有说 特别的去做什么推广 也没有说特别做一些 很fancy的东西呢 我都是随缘 一切的一切 都是随缘分的 那我在这里非常感恩 所有的观众朋友 对我的支持 一直默默的陪伴着我 我觉得 这就是缘分 真的是缘分 我也希望 我的视频 能给 能被更多 有缘的人 能看到 希望能帮到他们 人生过得更顺利一点 每天都获得 幸福快乐 好了 我来说实话 我来说实话